维尼瑞拉最高选举官员 驳斥了英国一家选举科技公司的指称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统计出181台投票机被烧毁 我们的选举机构官方网页遭受并持续遭受网络袭击 这表明这些史无前例的围攻是摧毁我们的选举机构 并且阻止全国制限议会选举战略的一部分 维尼瑞拉政府表示 有800多万选民星期天参加了投票 反对派认为投票受到了操纵 以便让马杜罗的支持者占据制限议会 反对派控制下的维尼瑞拉国民议会议长 胡里奥·伯格斯表示 议会将要求就投票人数被蓄意多报的指称展开调查 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